股票一定要有人做 没有人做的股票不会涨 到底是哪一些股票是有人做 有人在重压的呢 什么是标股 看我节目就知道 什么是预约涨停人生 看我的节目就知道 全国的观众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决战筹码 你好我是谢一文 今天大跌将近200点 可是大部分跌的 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全值股 这个全值比较重的股票 那反而是中小型的股票 还是持续的升温 还是持续的上涨 也就是说 这样的行情当中 如果你是选对股票的 这个大致上 这个获利绝对 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你看我有没有选大型股 你看我曾几何时去讲台积电 我还劝大家不要去买台积电 你要去买买先进制程 对不对 因为台积电的价值 在于对于未来的价值 在于挑战未来的价值 是在什么 在先进制程 那你不如就买一些 先进制程的设备也好 或者是应用材料也好 甚至于是先进制程里面的 相关的其他的技术的公司也好 你看我曾几何时去介绍联发科 不是说那些股票不会涨 就是说对于小散户们 那些股票价格真的是有点高 那如果我介绍一个 你买不太起的 或者是买不太动的股票 那我今天讲的就很实在的话 那我不是白讲了吗 如果你看我的节目 我势必在我的操作过程当中 是对你有帮助的嘛 那我们就尽量去介绍一些 大家可以买得起的 那最重要的重点在于什么 一定要有人做啦 股票没有人做 买去啦 有人做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 老师那个 我买得起的那个 友达群创他们都不会涨 各位他就没人做嘛 股票那么大墙量没有人做 你的股价高不得在一二十块排回啊 对不对 有人做什么叫有人做 什么叫有人做 重点来了嘛 不管你是看产业好 题材好 筹码好 技术面好 你都要配合到有人做 没有人做不会涨 很多人股票都一二十档 可是你会发现 有些股票成交上 大概就是几百张 那个就没人做嘛 第一个你看量都知道 冷门股嘛 有题材再好没有用 赚了再多钱营收再好 没有用 没人就会炒 没人就会胖 没效 那有些公司 营收烂的要死啊 对不对 那个出来还有那个负数的 那个一个月赚三十四万三十八万 罗森嘛 昆林啊 为什么会涨 就有人做啊 对吗 就有人做啊 没人做他怎么会去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各位 你所有的你什么产业面好 基本面好 技术很好 都比不上有人做 机器人还很远啊 人型机器人在市场上 我告诉各位 这个未来大概是八年十年以后的事情 是没有产品 没有营收 没有营收没有EPS 没有EPS没有分发股利股息 为什么股价可以这么高 老师我知道了 那一个梦 买他一个梦 我买他的不是梦 我买的是什么 我买他有人做嘛 没有人做我去买他干嘛 各位的朋友 没有人做我去买他干嘛 好多股票那个形态出来了 有人在里面 就买啦 各位同志们就买啦 有什么好讲 就买啦 逊州讲多久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到今天最高26块 那你跟我说你买不起 不会吧 十几块的股票 20块的股票你买不起 形态出来了 买他就对了 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再追了 都不要再买他了 老师会不会有第二波第三波 有可能啊 我最喜欢这样讲了 为什么我卖掉的股票 常常会有高点 几乎是屡试不爽 对不对 为什么不要买了 你的成本建立在低价位 18块19块20块 已经来到25块26块 这个叫起义脱离成本嘛 脱离成本之后 在这个行情当中 你要注意什么 你当然要注意卖讯 而不是加码点或者是买点嘛 什么叫卖讯 什么叫不舒服的地方 常上引线 报大量 头部贯穿 双人讯 请随便你讲 你只要觉得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 就把它卖掉 来各位 今天有没有常上引线 今天有没有报大量 所以我告诉各位 从此以后 这张股票就不要再买了 纵使豁然他会许 还会再创新高 都不要理他 都不要插意 为什么 我们再去找那个底部起涨 或者是低档起涨 整理过起涨 突破转强带量的股票就好了嘛 不是没有股票给你买嘛 纵使我们之前买的股票 或再创新高 还是怎么样 或者说我们卖掉以后 还有新高 都没有关系 都没关系 那我都会跟各位讲道理 我都会跟各位讲原因 什么原因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了嘛 这个报大量 这个常上引线不舒服 有些股票卖掉会不会创新高 来比如说什么股票 卖掉以后 94块卖掉嘛 当天隔天就抬到拉拉涨停板 涨停板又收下来嘛 对不对 常上引线有没有不舒服 有不舒服 可是怎么样量没有 量没有扩 今天又占回到昨天的一半 然后怎么样量又缩 这代表怎么样 这还有机会创新高 如果你再回来靠近90块 那我考虑再买嘛 如果你现在还是在93块94块 甚至在92块以上 我干嘛去买它 我去找别的股票买就好了 但是我知道会不会创新高 我知道它还会创新高 我知道它还会涨 懂我的意思吗 有些股票涨了你不用去追 但是它不是代表 它未来不会再创新高 还是会 有些股票还是会 但是有一些股票 那个很明的 什么叫很明 哇 报个大天亮 常会帮我灌下来 拉那块涨停板 三拉块跌停 那我就不在做 那我就不在做 今天罗森就不打开了 罗森你要注意 你看我今天测标就不打罗森了 有什么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 明天会不会有高点 我觉得明天会有高点 但是我觉得明天的高点 是要出股票 好先跟各位预告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来做解释 来你看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有没有人做 请你告诉我这种股票有没有人做 它有没有赚钱 有啦 唯乎即唯啦 扫扫的啦 它有没有机器人的题材 有啦 我还偷偷告诉各位 它是在做扫地机 它最大最大的营收 最大最大的贡献 在科技业上面 它是扫地机 对扫地机的核心技术 在于哪里 不是在于它会扫地 不是在于马达 不是在于它的所谓的scan 不是在于它会转弯 扫地机器人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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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Focus能够成功的秘诀在于哪里 电池的续航力 所以各位 你说你去买它叫做机器人 我说它是扫地机 你说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未来会做什么 这个人型机器人的某一个部分 或者是协作型机器人的某一个部分 我没有办法否认 可是各位 最大的核心技术 并不是在它公司上面 可是股价为什么能够这样涨 三个字嘛 就是有人做了 有人做就会去 形态出来了 起涨突破 转强 就做就对了 那你说这种股票 它最大最大的原因在于哪里 你可以讲它100个理由 200个理由 300个理由 我直接告诉你一个理由 我直接告诉你一个理由 就是有人做 就是有人做 没有人做 它怎么会突然这样子 一注晴天二党直上阳明山 所以各位你要把握 你要真的把握的是 有人做的讯号跟资讯 没有的你就不要讲 比如说老师 那个AI我就时报活报 当然可以这么干 你可以这么做 矿时费力 你要承担所谓的时间风险 你可以看到昨天这个 晚上NVIDIA大涨 今天老AI都没有什么涨 反而还在回跌 反而还在回撤 你会觉得很奇怪 没有办法 你要去买到那个 没有人做的时间点 你要去买到那个 没有人现在 现实是没人去做的股票 就是这样嘛 没有任何的突破形态 没有任何的起涨讯号 没有那个转强讯号存在 你去买它 你就是要等 对不对 我们经常在说 欢喜做就会有关系 你觉得很主持 你现在要买这些股票 你就是要等 等没关系 你觉得你时间很多你就等 你觉得你时间很多你就等 我觉得 一定要做个有效率的事情 在股票市场上面 什么叫有效率的事情 来各位 这种股票大扭 也是一样不太会动 以前就是这样慢涨 小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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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的 直到它怎么样 起涨突破转强 就一波上去 你这一段时间你买在这里 有没有赚钱 有 老师我赚个五六块好高兴 十几% 可是我等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可是这里半个月的时间不到 60% 2392的震位 60% 为什么 为什么 起涨突破转强 有人做 你就买下去就对了 你就买下去就对了 懂我的意思吗 懂我的意思吗 这种股票 来 我正在做 我为什么要做它 平台起涨突破 转强 为什么要做它 我正在做 我正在做 我做过红涵 刚才可可看到震威 我现在又怎么样 又来做红嘴 老师他们有个共同特色 叫红海集团 会不会是集团作帐 不是 各位不是 各位不是 一个大集团里面 最重要的是什么 能够接到属于大众消费者的 所谓的产品或者是订单 尤其是类似像这种代工公司 我告诉各位 红海 之前都对AI没有太多太多 发表的意见 为什么 它手上的订单不够多 它要代工的订单不够多 现在开始陆陆续续进来 也就是说整个大红海集团里面 它开始要分食AI这一块大兵 当然是代工的大兵 那未来会不会参与自己的这个 ODM的这个产品进去 我相信一定会 别人会做的 红海也会做 但是可能时间比较晚 毕竟它怎么样 它的know how稍微会低一点 它的know how稍微会低一点 可是各位你不用怕 不用紧张 哪怕是怎么样 它的know how稍微低一点 它的EPS没有比人家高 它的牛比较大 因为它的股本很重 还是会涨 为什么 只要你抓到了 起涨突破转强的讯号 你就把它买下去就对了 我挡在做 我挡在做 有它回来我还会再买 因为我现在正在做 我认为这刚开始而已 我们之前做红海 我们讲红海会长也没有人会信 像我们要信 169卖的嘛 对不对 卖了以后现在也是过高啊 对不对 169卖的嘛 我们卖了以后还是有过高啊 卖在这一段啊 卖在这一段啊 卖了以后有没有过高 有拉回来也有过高 过高怎么办 过高怎么办 祝福他啦 我不相信 你跟着我操作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找不到股票赚 没有 请猜走嘛 但是各位 这一段叫什么 赚了这一段 这一段叫什么 这一段叫什么 时间最短 涨幅最大 这一档股票 以他现在的涨幅当中 最甜美的这一段 最甜美的这一段 103105买的 169电视上直接公开请大家出调 我说未来会不会创过有可能啊 可是我一定要找到比他更快的股票 先拉回到145 140附近嘛 直接怎么样 攻到100 今天到180 180几 我们那时候还跟各位讲 我们说 记不记得前几年 那个郭台铭讲说 这个股价不到200我不退休 结果他先退休了 还跑去选总统 我们说这一次真的有可能怎么样 可能会到200块 但是速度绝对没有这么快啊 速度没有这么快 那你现在你回头来看嘛 你从今天的红海180开始相比 跟所谓的这个红准开始 我告诉各位 说不定红海 说不定红准 还比较快到100块 我认为会比较有机会 我认为时间可能会比较短 我认为时间可能会比较短 红海要上200不是说难啊 他可能是慢慢涨 对不对 我说不定我认为红准可能会多一位数字 速度还会比红海还要快 我挡在走嘛 我现在挡在走 形态出来你就买就对了 哥哥这边再来看 这个上海滩 上海滩不要追啦 银建国我觉得 这两年未来的房市 应该还不会太差啦 但是我觉得这两年过后 就比较难说了 就比较难讲了 对不对 我是这么认为啦 这个物极必反啦 或者是说 当十一柱形里面的柱 涨到一个巅峰之后 或者是一个大涨一大段之后 我认为对人民也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大致上我都不太 参与去买一些所谓的 银建的股票 那买龙帮当时也跟各位讲 他去年赚两块多 他今年第一季就赚了一块多 那本益比下来 说实在的我们当时去 讲他的时候 他本益比不到五倍 你买他什么 买国泰建设买黄昌都比他 不如去买龙帮 我们就纯粹以本益比的角度 去跟大家做分析 那你说他去年赚两块多 他有没有分钱 没有啦 因为他去年前年去买了什么 他去买了泰山嘛 他去买了泰山 他可能是他把钱要留在泰山那边 应该这么讲 钱要留在那个所谓的集团里面嘛 所以可能要做一些所谓的 运用部分 所以他没有发股息 那我们是就本益比的角度 我们不是就股息 鼓力的这个%数 殖利率的%数 我们说他能够赚那么多钱 相对的 相对的怎么样 他的股价就不应该这么低 如果你真的要选银建股里面 基欧的股票 我认为龙帮还不错 对不对 突破出来完了以后来 再供一波拉回修正 那今天银建股也有涨啊 可是你会发现龙帮就怎么样 很快就锁涨停 啪就上去了 就让你买的机会都没有 这种股票你就要事先布局 你要事先买 没有办法 要不然你今天去买 你一定要买更高价 你一定要买在22块以上 那如果你跟着我买 你大概买在20块附近 甚至于十几块都有可能 我们在电视上讲的时候 大概就是十几块嘛 开始讲嘛 上海滩大家还记不记得 为什么讲上海滩 大家知道吗 我记得我说你不知道 上海滩第一股的 唱龙帮 所以我说龙帮嘛 我取名叫上海滩嘛 对吧 你不要怕我唱整条 我不会唱啦 唱两句就觉得很好笑 不要说唱到整条 唱两个字而已 我只会唱两个字而已啦 好不好 那你可以看到 那今天又有一档股票 是我们之前介绍很久的 来来来来 给你猜一下 让你留下啦 来 市民夜市里面最好吃最好吃的 排骨当叫什么名字 药敦排骨啦 有人说药散排骨 药敦排骨 我是觉得差不多啦 四林夜市里面最有名的 白骨最重的 最好吃的排骨湯是什么 那有端排骨是什么 十全排骨湯 我们当时开始说 五十几块骨 六十几块骨 七十几块骨 八十几块骨 其实你们都不知道 它为什么会涨 它这个跟提侠 还稍微真的有点关系 我说你们不知道 是因为怎么样 大家都把它认为 它是记忆体公司 它有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讲 当然有啊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因为它今年要推出 应该这么讲 它去年应该就有试推出了 CPU的散热 它的散热它有一个专利 我们通常散热都是气冷嘛 利用空气的流动 把这个叶片 把这个CPU上面的热 传导到叶片上面 铝制的可能就会比较 散热会比较快 或者是让那些所谓的 这个铝制的这个片 越来越薄 这个散热就会不快 导热会比较快 接由风扇 把这个热导出去 它的专利在于哪里 叫做石墨烯散热 我讲这个你一定听不懂 你讲这个石墨烯 我记得我把他讲说 老师要在石墨烯 我知道了 放在卡头附近 有远红外线的治疗方式 不是那个 同样是石墨烯 但是石墨烯它有个优点 它这个材质有个优点 它聚热很快 聚热很快就可以把 在你的产品 你的3C产品 CPU也好 或者是主要的记忆体也好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 显卡的一些所谓的 主要的运算晶片 它就可以怎么样 很快的把热导出来 导在哪里 导在石墨烯上面 那它有这个专利 它用在哪里 它用在SSD跟DDR5上面 DDR是什么你知道吗 记忆体啦 DDR5 第五代的最新记忆体 SSD是抽取式的硬碟 应该说 应该说快速开机的一种硬碟 这个正确的名称 我谢老师有点忘记 所以各位 没有什么能注意到它 那大家都认为说 这个记忆体报价涨 它才会涨 没有 这个要用在现在的哪里 现在因为AI运算的技术 非常的快速 很容易让CPU怎么样 过热 所以未来的桌上型的 AIPC的部分 你以后不会买正常的PC 你就买AIPC 桌上型的PC 你大部分都要用到什么 所谓的水冷系统 那是不是机会来了 AIPC啦 AINB啦 都用到它 所以它好是好在这里 之前的车用 那大家根本不用讲了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为什么去介绍实权 到底原因在于这里 好不好 下一段时间可能又要不够了 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面板型的散型散热 抱歉 散型所谓的先进制程 这一段为什么 因为到现在到现在 都只有小涨小涨而已 我一定要让你买到 我一定要让你赚到 因为现在还没有发动 不是发动的时候跟各位讲 该发动的都发动 该做价差的 我们都一定会带各位做 可是那种真的大波段的 能够让你买在低档 跟低点的股票 我觉得这种股票 你千万千万就是要参与 那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我留多点时间 给下一段 好不好 那等一下会有一个 小小的专案 好我们等一下 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来做解释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成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成通团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福利 成通团固 值得托付 022-2752-5868-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回来各位 该提醒的 该说的 甚至于我认为 该注意的地方 我还是要讲 那你不要说 老师啊 真的被我讲完 就股票跌下来 老师你真的是乌鸦嘴 不是 该提醒 我一定把原因到底 讲给各位听 来 第一个 8374的罗生 全市场有哪一个老师 从起掌的第一天 开始跟各位讲 叫他请他把图拿出来 视觉检测 瑕疵检测 协作型的机器人 都是从第一根开始起涨 突破转强 我跟各位开始介绍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很多人拿不出来 都用嘴巴讲 为什么 因为后面每一天 就是涨停板 都是一个价格 都是一个价格 公告业绩实在很难看 我又不是在看营收 我在看什么 我在看人家索码嘛 明天再会拉高吗 来来来 今天拉近一下 不好意思 这发生什么事 涨停板打开了 涨停板打开了 大量出来 明天还会创高 我直接给各位答案 会 会 我讲的很肯定 会 再来呢 这个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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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规划 明天会建高 可是明天要怎么样 不要说买的时候 跟各位讲 卖的时候 走的时候 我不跟各位提醒 我觉得这样没意思 来 3580的有微科 当时我们跟各位讲 筹码面跟技术面出现了起涨突破转强 除此之外 面板级的散出型封装 我认为会成为 未来的先进制程 这个未来先进制程 不是在取代COAS 是在帮COAS 分担它的订单 分担它的订单 OK AI太多太多订单了 重点是股价能不能涨 今日上引线大量 就要等拉回 量缩 不拉回我不买 来 今天直接给我锁涨停 第二次没买到 那请你告诉我 这样的拉法有没有人做 直接这样扭起来 直接拉上去 请问你这有没有人做 我就问你一句 直接拉上去的股票 有没有人做 有没有 你觉得有没有 还有没有面板型的扇形崩装 在低档也出现了起涨突破转强 都刚刚开始而已 都刚刚开始而已 所以各位的这朋友 我希望你买是有原因的 好不好 不要拒绝我的好意 我是真的来帮大家的 可以吗 集中火力 做有人做的股票 今天所有打电话 接下来投资朋友 所有的 给你一个最大最大的惊喜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